要讓藝術能夠向下來 札根有不少國小校園裡的社團 也是用這樣的理念來當作發展的目標 帶你來看到的是 在大寮區的水寮國小 就一個社團他們很特別 你可能會想 竖琴這麼大的樂器 到底要怎麼來教呢 在學校裡頭 小朋友學的是 能夠隨身帶著走的縮小版竖琴 也成為校園內的一大特色 要怎麼調 往前轉是高 往後轉是低 把音調好 做好練習前的準備 小朋友手上的這一台 隨身型竖琴 算一算只有20根弦 彈播之間流洩練習成果 興趣 很好玩 就是覺得有一種 像是在童話故事裡面的那種 那種美女在彈那種感覺 只要是水寮國小的學生 都有機會帶著會彈竖琴的才華 走出校園 學上就是迷你版的這一種 那沒有彈播 因為是靠彈播來說 升降記號的 它的學習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對他們來講說 它是一個西大調 它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儀調 也不需要去做上面的升降記號的這個播種 在校園裡發展學竖琴的風氣 至今不過兩三年時間 竖琴社指導老師莊秀菲負責把練習用的曲譜 改編成適合隨身行竖琴彈奏的西大調 吉台竖琴一合作 往往讓聽過演出的民眾經驗 也因此常受邀到各大活動表演 其實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瓦蘭水的國小才發現到 以前印象中的書籍都是很大那種 像樂團表演那種很大 可是發現到它是小小的 其實一個人自己可以練習這樣子 所以應該可以當成一個自己的個人才藝 也比較容易就是其他學校認識我們這樣 不然可能如果只要發展一些教學的 可能相對就比較機會比較少 水療國小發展校園內少有的竖琴社成為特色亮點 能做上舞台優雅彈奏的代價可不小 有一次那個在調音的時候 然後就是很熟就是長水泡 然後回家就用剪刀給它剪破 然後其實過痛了很多天 有想要放棄嗎 有 可是後來覺得因為那個很特別 所以就沒有那個念頭了 想要繼續學下去 想 竖琴初學者常遇到的瓶頸就是手指起水泡破皮 練久了甚至可能長繭 在水療國小竖琴社裡能突破困難 咬牙留下來的都是佼佼者 彈出了興趣 自然 練的用心 恢復歐明媛周福慶 裁縫寶寶